一曲和日君再来 细说着过去曾走过的那段岁月 行政院新闻局在今年举办建国百年影像展 藉由老照片以及560年代的文轩海报 在全国各省市巡回展出 并且举办心得感想征文比赛 经过基点的评选 总算选出39件优秀作品要进行颁奖 我知道证文比赛其实超过600多个参赛的作品 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评审委员们 非常谢谢他们的辛苦 选出了39个得奖的作品 在全世界来讲的话 民主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庆祝100年 那个时候第一个共和国就在中国大陆 国富生存餐厅的领导就创立起来 100年就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光药 总计三个组别共600多件的投稿作品 一一述作者参赛者眼中的中华民国 但由于得奖者的年龄层分布广泛 言此可以让人一窥 不同世代对于台湾秘入兰履的发展过程 有什么独到的情感 太多的东西就是照片化的事物才真正构成 从文章中那个唯一的女君中华民国 那也许照片中的没有讲到的事也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共同产在这块土地上 每次吵着跟大人要买东西 或者要的他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去藏回我一句话就说 当民国是霸女的 尤其是我的父亲他都这样说 当民国是霸女的 我今天已经80岁了 78了等于中华民国养了我80年 我在中华民国的怀抱里成长 两个战争一个是抗日战争 谁都复兴到黄西 60年在台湾对中共对抗 就如同文章里所写的 时代的巨轮正不停转动 从这些极具文化价值的历史文物 就可以看出台湾一路走来蜕变的过程 也为这即将迈入尾声的建国百年 做了一次完整回顾 记者洪佳鸿 台中常福导